商教授 黃副院長 各位來賓 各位先生 您是 大家好 我現在就簡單的做點介紹 有關中央研究院針對國家商機研究研究的計畫 下一張 我簡報的大概就是這十十點 下一張 主要是有關2022兵工廠 2022兵工廠可分成二區 一個是廣大的西區 大概是160公斤 含有古蹟和紅木的生態 應該是要妥善的維護 剩餘的東區 一、二、四、五公斤內的三重土地 在最近這幾十年 受到嚴重的天土的破霸 應該要加一步故意 剛才那個 劉教授很大說 需要增加製工廠 那這一塊我們是覺得是 絕對需要再把它複補過的 下一張 那這是延區的計畫範圍 剛才我再講的區區 就是這一塊 這個都包括在計畫範圍裡面 另外這一塊是我們認為是可以開發 我們國家長期研究連區的東區 OK 下一張 OK 那這個東區裡面 現在主要就是有一個 算是差不多一公頃的人工的置物池 OK 然後呢 在這裡 這本來都是屬於三重土地的 OK 那現在都是填土的 OK 然後這一邊呢 事實上就是 兵工廠 二零二兵工廠的一些建物 在這裡 OK 下一張 OK 那我們認為呢 在這個東區 尤其是在那個 二零二兵工廠的工廠的建物上 應該可以設置生計園區 那我們主要的原因是認為 台灣以代工製造為基礎的產業結果 裡面發展的平均 那生計產業呢 雖然耗時未知 但低污染 高效益 回收機場 應用範圍廣泛 商機無限 OK 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最不可破竭的產業 那剛才劉教授有提到 就有個趨勢 事實上很多都和生計產業有關 生計產業事實上都可以幫忙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現在全世界很多的國家 都在積極開花生計產業 那我們台灣在生計產業上 是嚴重的漏後 雖然我們現在還算是勉強為止 但是事實上是比較漏後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積極感傷 所以這個生計研究研究的建議 事實上是不容在延誕 OK 那國家生計研究研究 它可以協助我克服我生計產業的瓶頸 OK 那可以選擇有差異性和特色的重點領域 使研發到育場到新創工事的過程 能夠勝利轉軌前進 中央研究以前在做大部分的基礎 那現在如果要做生計產業往下走的話 這一塊是非常的重要 然後強化價值面中的轉移研究 OK 能夠解鑿接基礎的研究 然後變成商業化的場面 這個可以帶動火火整個生計產業的發展 這個也是非常的重要 OK 下一張 OK 那這個生計研究研究是臨近中央研究研究 所以它的區位是很難替代 主要是因為中央研究研究 現在在過去十幾年 二十年來的挖山 現在擁有五三分之一的生計的智慧財產權 OK 那這些智慧財產權 事實上現在是比較偏向技術研究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生計研究研究 把它往前再帶動火火 我們希望能夠比較容易接近產業 第二步呢 我們可以善用中央研究的核心設施和具有的研究 因為很近嘛 所以就比較容易 但是如果一眼的話 事實上會越來越難 有的人說 你們是不是懶得去做捷運 或是來個開車 事實上不是這樣 因為太多人 太多的設備在這裡 那你越近的話 越容易用 中央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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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那個效益 現在使用的效益 就是互動的使用效益就差很多 所以是液晉 下一張 那我們原則上 在這個規劃上 我們是 遵照大家的建議 量體減少 綠地保留 蓄蒙增加 綠朗呼應 然後濕地呼應 然後色情友善 就遵守這些的連則 下一張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主要 要開發的就是在原來的 那個二零八平工廠的場地這一帶 那總共是25公頃 那生態的保留器 差不多是4公頃 就是說這些不會動 而且會幫忙護益 濕地呢 我們會把它護益到4公頃 OK 主要的建物呢 大概差不多只有3點多公頃 OK 那主要就是在這裡 那濕地呢 會在這裡是一個 人工智蟲子 在這裡 我們會把它開發到 4公頃的 OK 的智蟲群 所以剛才劉教授有提到說 專家人物圈是不是忘掉了 那個拉密水災的 的那個痛苦 我們沒有忘掉 所以希望把這個擴大 OK 那同時呢 那我也希望那個 像劉教授說明 就是 你剛才有提到說 如果有哪一個社區 那想把自己的地下室都開放 來除水 那中間人物圈是有做到這 因為在這裡的四分期呢 台北市政府要見那個 提訪的時候 那中間人物圈是拒絕 OK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做台北市的 的去蒙次 OK 下一道 那 那富裕三重土 也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增加蓄穫的能力 OK 那這是1994年 OK 那這是2010年的現在的土量 OK 然後呢 我們希望能夠擴大成這個樣子 OK 下一張 OK 那除了這個以外 這個藍典的所謂的生態保留區 現在事實上是因為那個 填土的關係 事實上有點被殼斷 OK 那我們希望經過這些的護益以後 也能夠使低海拔的延盛林帶護益 也能夠使那個人工失地護益 也能夠使生態的群島 比較容易流通比較好 OK 下一張 OK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開放社區的餐益 能夠推動生態環境的護益 OK 下一張 OK 那這個以外 我們有環保和發展 希望堅守併護 OK 剛才尤教授有提到說 現在有九大趨勢 人口越來越多 OK 然後呢 資源越來越不足 OK 糧食啊 什麼都有問題 OK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些人能夠堅守併護 能夠照顧到這一切 OK 下一張 OK 那我們主要的素材 有幾點 第一個是組隔任何補牌效應的可能性 理性溝通下去的共識 一起努力行政府將阿里奧冰工廠的西區 160公斤規劃成永續的生產延續 OK 然後呢 由國防部長繼續管理阿里奧冰工廠的西區 但需定期開放的社區參與 促進生態等級的監督和入盤護益 OK 下一張 然後再以開花2022公斤工廠的東區 务力4公斤以上的私地 並去保留至少14公斤以上的生態園區 那如果國防部同意的話 我們也會協助國防部去開花 就是要去务力另外一邊的 有一個新莊子皮 那邊的私地現在也是嚴重的在檢測 就從來我們這開花這個三重土壁 但是希望也能夠協助新莊子皮 附一堂的實體 然後在合情合理合法下 再以規劃開花2022冰工廠的東區 差不多三公斤 剛才已經講過了 完成綠建築 剛才柳教授一早希望每一個建築都像樹一樣 我們也希望能夠照到這一點 OK 那我們最希望的就是能夠避免離無可欄 大家能夠取得法運 那希望能夠把所謂剛才講的九個趨勢 都能夠納入下一站 那這個是一個中南校生態室的現況 那就到此就是 謝謝各位 謝謝